那像高宏安這個像最新的這個助理費的事件 就是黨內向林維州又來發言支持 那這部分趙少康又有聽到說 藍白河在新竹的部分執行就有可能 講這些提議的請問黃珊珊同意嗎 那黃珊珊同意的再來公民講 對不對 所以就講這種 別人不可能同意的事情 那叫我們國民黨來犧牲有可能嗎 那這部分會跟趙董那邊討論到嗎 趙董有辦法讓黃珊珊同意嗎 先提出來對不對 那這樣一樣延續藍白河 因為柯文哲也被問到 然後他反而還嗆說國民黨是百情之仇 然後已經就是這個狀況死路 你怎麼看 我很陪補可批啦 一個禮拜都要闖召議長 上個禮拜就說北部所有議長都這些到 對不對 然後後來再來道歉 那過兩天又覺得國民黨對他很重要 那再來抱歉 不必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損朋友 或者是損挺多的其他的個人 就像他講 北部的議長都是黑道 請問他怎麼面對台北市的陳議長 因為這個揭露高鴻安的男友 涉嫌晉升國會 那接下來這個公司是不是要 轉手回公 那會不會擔心說 這個削弱高鴻安之後 反而幫不到民進黨 我覺得公眾聯絡對戀的事情都要讓市民有資的潛力 那我們對他的質疑希望他用正面的方向來向大眾來說明 對於周鴻安說明是一個盪選機率很低的候選 所以你怎麼會接受 我想我們是實實在在 那新竹市民需要是一個 肯做事 中性 能夠有中道理性的候選 那至於他的這個高鴻安的態度 我想顯明自己心中自由決定